中秋国庆德云社有什么形成 钢丝节今天没办又是为何 为什么说天军德云分社过分了 来看今天的视频 这个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这个传说叫钢丝节 对 其实也不用多介绍 来的也没有外人 抬头一瞧楼上楼下的 都是我们老朋友 9月12号对德云社来说十分的有意义 2010年的8月 德云社因为一篇报道陷入黑色8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德云社小剧场全面的停演 后台的百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身为一般执着 他只能出现接商演 在这其中 粉丝成了郭德刚的一号 一个月后的9月12号 德云社举办了一个专场 后台中的师兄弟们严震一代 可以说内心十分的激动 作为回归演出 郭德刚将人脉用到了极致 狭小的后台内百人齐聚 无视同堂十分的热闹 六点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开始 七点一刻演出正式开始 演员们一个个游戏不稳的上台 此时后台有人绷不住失声痛苦 经历了徒弟退社 停演一个月 关于德云社的影像资料下架之后 德云社仍然可以看到台下 这般掌声和喝彩声 郭德刚稳住自己的情绪 昂舍着走向舞台 感谢全场衣食父母的到来 同时宣布 将每年的9月12日定为钢瓷节 郭德刚 于谦 带着德云社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各位了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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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